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邝鎮宇 今天是2023年10月17日 星期二 這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各大最新的熱話消息 先討論近日有傳頂爺李嘉定被貶職 貶到流行都市教主送 期間他與安德尊疑似鬧不和 最新安德尊有回應和各位了解一下 佳因阿鼎爺在節目中近乎學著安德尊叫他閉嘴 因為安德尊有很多話說 整件事是怎樣的呢 另外李嘉定現在在流行都市節目的環節又如何呢 與各位一起討論 另一須也討論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據報電話滋擾越來越誇張 有最新的調查顯示 現在的電話滋擾交三年前大幅飆升 當中有很多來電都變成涉及詐騙的來電 令大家都不想接電話 最新的調查數字如何呢 與各位一起討論 另外也討論香港各大的最新消息 說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晉語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充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HK01的最新報道 被鼎爺李嘉定學罵 安德尊承認有火 就說他說什麼就什麼 報導機內文提到 話說近日鼎爺李嘉定空降流行都市 全新環節鼎爺家常賽格 火柏大王安德尊教主送 兩位資深藝人平日非常少合作 一同框就傳出火藥味 當中指安德尊不停發問 令到鼎爺黑臉 更加呼喝對方 就說我未出聲 不要問問 安德尊回應 這件事的時間話中有話 網上傳得很熱烈 就說安德尊和李嘉定不和 安德尊接受娛樂新聞台訪問的時間 表現輕鬆 直指對方是前輩 就說火啊當然是火啦 火熱啊大家都 火爐有個火 他煮東西又夠熱 一樣會這麼大聲的 他都這麼大聲的啦 我一向都這麼大聲的啦 那麼鼎爺是我們的前輩 他有什麼我就跟著他做啦 他說什麼就什麼的啦 這個就很平常啦 那麼鼎爺叫你拿醬油 你拿不拿啊 那麼跟鼎爺都認識了幾十年 我們就是這樣溝通的啦 可能小見我們電視上有一起啦 因為他做另一個世界 或者拍劇我們都很少碰面的 難得他大駕光臨還不學一下東西嗎 對不對 以上來自HK01的最新報道 今早網上流傳安德尊的回應 話說近日 鼎爺被貶去到流行都市 不過據報就不算是被貶 而是有點鬚債未還 結果明明是收視保證的李嘉定 無緣無故去了下午的流行都市裡開了個環節 叫做鼎爺家常賽 不知道各位網友有沒有看 據報當中 話說安德尊 即是在做那個助手之仔 在旁邊不斷問李嘉定的事 李嘉定就生氣了 黑臉 罵安德尊 結果這個鶴罵安德尊的畫面 在網上廣傳 最新安德尊就有回應 疑似話中有話 就說他說什麼就什麼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礦仔比較少看這個環節 究竟安德尊太吵 還是李嘉定太吵 不妨劉國賢談談 另外也轉看另一則的消息 有關大家日常的電話 不斷收到滋擾來電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促銷電話滋擾 較三年前大幅飆升 業界指六成都是call call 涉及詐騙 報導的內文提到 近年人對人促銷電話大幅上升 市民不升其妖 非應邀來電回報網站創辦人胡文翰就表示 促銷電話在疫情過後 復甦以來大幅增加 由2020年1月至9月 約9萬宗 今年同期 飆升至約16萬宗 上升的幅度十分之大 而收到的回報當中 有60%涉及詐騙成份 胡文翰在電台節目表示 疫情過後各行各業恢復 推銷電話亦相應增加 尤其內地地產 和體檢類別 佔的份量都多了 但財務借貸多年以來仍然是最主要的 即是促銷電話來源 他認為有關方面指投訴減少 其實主因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可以投訴促銷電話的渠道 其次是投訴的方式是複雜的 他就說估計會20個人收到促銷電話 才會有一個人主動報告 就說 所以起碼可以將數字成大20倍 甚至是更多 因此 實際數字可能更為龐大 近年很多的call call 已經不是在本港運作 而是在鄰近地區打電話出來 從數字可見 可能資源是減少了 但是打出的數量反而增加 當中的一個原因 很可能是他們利用了新技術 以互動式錄音來推銷 成本都較低 但實際撥出的電話增加 對社會造成的滋擾更加多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明明做了電話實名制 實名制過後 這幾個月 礦仔每日 在香港收到的電話 可能電話響 十個都差不多 全部都是詐騙的 死未 因為礦仔都會安過apps 看看那些內電 有沒有一些詐騙電話的紀錄 不過 度高一尺 魔高一像 一起都形容黑 那些騙人的電話 又會轉用號碼 又會轉右 又按了新號碼 你不知道誰打誰 久而久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ilot 還有一�� 近年矿仔已經一個電話都不接了 因為接到都是假的電話 詐騙電話都很生氣 不知道各位怎麼看 不妨劉國賢說一說 因為越來越多人促請立法 規管這些促銷電話 若然是本地打出的電話 簡直是要監管的 當然倒截不到在外地、內地打來的電話 不過一樣環一樣盡量減少 最新數字揭示、近一年的電話 電話滋擾是交三年前大幅增加的 另外也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有關這個颱風之下 停不停駛港鐵的露天列車繼續爭辯 前天文台台長岑志明再讚寫文章 就說鐵路運作不適宜硬性和九號風球掛鉤 畅以參考內地作科學決策 報導的內容看到 台風小犬月初說的是10月8日 集港期間天文台改發九號風球 港鐵即時停駛了露天斷 導致大批旅客和市民滯留機場 還有港鐵站 天文台前台長岑志明認為 港鐵應該檢討有關規定 引發討論 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早前強調 要考慮風險和安全因素 會和港鐵仔細研究停駛安排 例如行駛當中的列車服務 可不可以完成旅程才停駛呢 岑志明今天10月17日在報章 再讚寫文章補充 就說環顧世界各地的鐵路服務 不難發現不少營運機構 包括內地的高鐵 日本的新鋼線 還有法國的TGV 都採用鐵路沿線的實時風速數據 以及基於這些數據的大風雨景系統 來做營運決策 舉例如內地高鐵的標準 當原線的風速超過毀秒30米 即是相當接近10號風球的風力 列車才會需要停止運作 岑志明就說10月8號風暴 小圈趨閘期間 大嶼山、新界、九龍陸上的最大風速 是毀秒20米以下 港鐵應該有不少安全餘量 來運作大部分露天露斷 他認為鐵路運作不適宜硬性和9號風球掛勾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道 相關的爭議繼續爭議 因為還未有定案 上一次突然停駛 令大家離開 結果港鐵車站又擠滿人 機場又濕滿大量旅客 事件當然不理想 結果有議員倡議 不如露天斷家上蓋 那裏的造價估計也超過千億 另一雙也有倡議 不如不要跟天文台的掛風球 硬性規定掛勾 即是說9號風球 其實不一定 全香港到處都這麼大風力 另外 岑志明就說 外地的鐵路 其實有風速的監測系統 以便鐵路營運機構 去監測和了解當時實際的風速 不知道若然加這些儀器 會不會便宜過加上蓋 說這些是因時制宜的做法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不妨劉國賢聊聊天 我是曠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